玉兰彭杰的故事 连在一起 孝子木连见母亲饥饿痛苦 悲哀难忍 就立即用锅盛满了饭 入到饿鬼道里送给母亲吃 木连母亲一拿到锅饭 就马上用左手遮住锅鱼 右手把饭抓成团 还没等饭进口 就已经化成火红的热炭 没办法吃到嘴里 孙者看见母亲业力太重 食物还没进口就变成了火炭 虽然她神通广大 能振动世界回转日月 却竭尽神力 也不能救拔母亲 所以她大叫悲哀 火速返回 向佛陀详细陈述以上情况 佛说 你母亲的罪根深不可拔 并非你一个人的道力 所能除灭 虽然你孝顺母亲 震动天地 却没有足够的力量 救拔母难 其他天神 地神 邪魔外道道士 四大天王的天神 更是无能为力 现在 你必须依照 十方僧众的微神之力 才能拔除 你母亲的恶难 佛又说 现在 我给你讲述 依照 僧众神力 救济苦恶的方法 令一切苦难 脱离忧苦 在十方众僧 于七月十五日 僧自自食的吉日 应当发起 借僧众威力 为救度苦难中的 七世父母和 现世父母的孝心 来做供养 供养具 包括滋养身体的食物 焚熏的妙香 涂手脚的油 休息的卧具等等 供养境 是十方世界 无量的僧众 在僧自自日 这一天 一切圣众 有些在山间 射心入于禅定 有些正得一到四果 超凡入圣 有些在树下 精行调身 有些获得六种 神通自在 教化身文原觉 还有从出地 到实地的大菩萨 全巧方便 视线比丘身 引在大众中 总之 十方圣凡僧 共同一心 接受供养 具足清净戒律 慎重的戒定会 三无漏道 功德浩瀚 如同邦阳大海 南侧边际 如果有人 供养此等自自僧 县世父母 六亲眷属等 就在斋僧的当时 便脱离了恶趣之苦 消业障 增福德 衣食自然 获得人天快乐 如果为健在的父母共僧 能使父母福乐百年 如果为妻世父母斋僧 可以升天 自在化身 如天华光 十方众僧 首先因为施主家咒怨 愿其亲世父母 离苦得乐 咒怨时 需要收摄散乱 一心专注地观想咒怨 之后再受用食物 而且开始受用食物时 首先需要供在佛前 如佛塔或殿堂中的佛像前 僧众咒怨完毕 再敬餐享用 佛陀这样教室完毕方法的此时 穆连 朱比丘 朱大菩萨皆大欢喜 穆连的忧愁 也顿时瓦解冰消 穆连供僧 僧众咒怨享用食物之后 就在当天 尊者的母亲脱离了一劫恶鬼之苦 证实佛说 父母六亲应时解脱 真实不虚 尊者 以推己吉人之心 普为后世的佛弟子 向佛请问 弟子的生身母亲 承蒙三宝功德力 十方僧众微神力 以脱苦难 若未来是一切佛弟子 也应当供奉 救到悬盆 救度现世和累世的父母吗 对于穆连的请问 佛非常赞许 赞叹他 大善 你所问处 正是我欲说处 一切人都应当首先发起书胜心 救度现世和七世的父母 在书胜时 即每年七月十五 佛所欢喜的僧众安居圆满自自的吉祥日 在书胜田 即十方自自僧中 尽心尽力地 以百味饮食 安放在雨篮盆中 做书胜供养 并且应当这样发愿 以此功德 愿我县世父母 受命百年无病 无有一切苦恼忧患 又愿我七世的父母 远离恶鬼之苦 生于人天 享受无边的福乐 佛又应切地教导说 凡是我的弟子 修孝顺的人 应当念念中 常常意念父母 乃至七世父母 年年七月十五 都以孝慈之心 意念父母恩德 尽心尽力地 做雨篮盆 供养佛和僧众 以报答父母 掌养慈爱的恩德 一切佛弟子 都应奉持 这一孝慈法门 佛说法的此时 穆连比丘 和出家 在家的四众弟子 都欢喜奉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